1月18日下午3点 在福州温泉公园的一个小广场上 王水英正带领着队员们练习着伞机 伴随着欢快的民间音乐 在旋转的福州传统游散散面上 同步或穿插转动小彩球 彩圈 彩盘和帽子 更为精彩的是 队员们还能一只手在散顶上转球 另一只手转花帕 同时腰转呼拉圈 这样的民间绝技 也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振振喝彩 当天 记者在福州约访了这支 福州金欧民间散技队 每一个学徒刚刚来学的这些学员 我都要给他捡球 因为之前他们都很不愿意练 他不捡 他说我没办法捡球 捡千把个球他都要受不了 后来我自己很主动地就给他去捡球 捡了后来他就这样子一个个坚持下来 王水英是福州金欧民间散技队的队长 十多年前 他从老家福建建欧来到福州生活 为方便城市中健身 他摸索出了散技表演 从单手散面带球转散开始 又有带餐盘 斗笠等转散 还自己研制出很多的表演道具 自己就很想学这个 后来自己想方设法的去弄散 弄完后来弄这个道具 这个小小的圈什么都是我自己弄的 里面干净了拿去焊 焊来那个布条的什么包进去 转这个自己吃了很多苦 刚开始转盘子 我们不知道怎么保护好自己 就转了从这个缝隙里砸下来砸到头上 在王水英的努力推广下 更多的福州中老年人加入其中 后来福州温泉公园出现了一支 福州金欧民间散技队 王水英告诉记者 队员们使用的油散 与福州传统油脂散不同 它是将普通的福州油脂散去除油脂 在剔透的散骨架上加工装饰后形成 这样旋转起来五彩缤纷 使表演场面更显绚丽多姿 最开头就是我一个人演 一个人演了好几场 后面就两个人 两个人后来以后就三个四个就慢慢加 慢慢加 加到现在就大概全部有30多人 技巧掌握住 你开始都是有点难的 都转不了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 展示散技绝活之余 队员们还配以优美的舞蹈动作和队列编排 使得富有民间记忆趣味的表演 更具观赏性 技巧性和艺术性 69岁的罗桂生 饶有兴致地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创的散技 除了散面上转动的球 手上 肩上和腰上还有护拉圈 并不断地变化 变换着花样 这些东西民间的东西已经好多年没人玩了 后来我们慢慢地创业 像我这个三个圈转 我就自己创业的 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好了我刚弄动就上 不怎么好我就稳一点 在这支散技队里 大多数的队员都已是六七十岁的年纪 因为散技 让他们退休后聚到了一起 队员严正祥练习散技已有十几年的时间 他告诉记者 开始练习后 整个精神状态很不一样 身体也变得更敏捷 如今福州经欧民间散技队 已经成为福州温泉公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在王水英的努力推广下 更多的福州中老年人加入其中 在王水英的努力推广下